星期就大家知道是中秋 就是个人假期连续两天 所以变成星期四开始就没事 跟着大陆也是黄金周 去到今天才开市 所以过去一个星期以来 主导的市况当然是美股 美股就非常之戏剧性 就是上星期四收市之后 就在星期五的凌晨 突然之间特朗普就宣布自己 中了招和太太 所以搞到当成港的立即就是 这个期指就只有五百点 不过BC就都在群组里面 WhatsApp群组里面的通知大家 就是一个运签机会 就可以在低位里面兜回美股 果然呢 星期五开始之后 虽然最低都跌了四百几点 到最后其实都是跌了百几点 这个特朗普真是很厉害 真是很神奇 进了医院三天就回来 星期一就回来 现在回到白宫的工作 虽然这件事就是引起很多疑惑 因为这些资讯始终不是很清楚 不论如何 你喜不喜欢这个特朗普也好 他真是一言以为天下法 一言丧邦也一言兴邦 他的言行呢 就是着着影响你股市 不止是长期也就是短期 也是 他一出来呢 星期一就是因为他出现的消息 现在美股大升了四百几点 所以今个星期 美股都是反复向好的 但谁知他出来之后 就是升了四百几点 第二天他突然间就开刊 因为大家知道 过去两个星期 就这个财长勞音 已经开始和这个参与民主党 就开始大家谈判 究竟第二期的最终的方案 究竟怎样搞呢 虽然就是大家就南面不设 这些民主党就要订三万二千亿 但是共和党只可以是一万亿 那又有拗数 不过呢 大家都同意谈判 和想遷就一些中小企的财款 和支持失货工人里面 每人批款就是一千二元 那又会有些协议 怎料特朗普一出来就直接说 他不想谈 要等选完之后才谈 这些消息一出 就令到美股的星期二又大跌 但是这些几个小众之后 他又改了转口 又说会有得说 所以变成了美股 因为今天他进一步就说 这个民主党 就和这个共和党 就是会推广谈判 不过所谓推广谈判 都是单方面的 只不过就哪一点呢 第一就是这个所谓 这个对美国的航空业 现在选了惨重 就是会是支援二百五十亿 中小企就一千三百五十亿 然后每人就派一千二元 但是 佩洛西都立即声言就说 不会接受斩检息的方案 所以你看到 这个对美国的确定 他要主导一切 但是你说这个谈叛会否成功呢 就是存疑的 因为现在距离的大选 就有三四个星期左右而已 而大家也要知道 就是经过第一次这个 就是总统辩论之后 其实就是那个民调来说 虽然也有个分歧 但是主要的民调 虽然你也要说 美国全国大部分 都是反对特朗普 就是跟这个 啊 哪个来说 就是拉远了 就是 就是跟这个 民主党 的候选人就拉远了 但是根据那些亲特朗普的民调 又是相反 就认为一摇摆周滚 就是过了这个拜登 所以就莫充一事 不过无论如何都好 譬如你今天来说 副总统又再辩论 那副总统再辩论呢 那个刺激程度 固然就当然没有 就是两个当事人 就是 就是 更加 就是有应安力的 对这个选情 就是应安力其实是不大的 就是关心一件事就是说 现在这个特朗普就是 就是 究竟是不是真的好回呢 还有因为 有些违反常识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疫情 如果真是 好似你入医院 打了两剂大后 立即成功的话 那美国就不用 就是死了那么多人 现在全世界第一 就是死了超过21万人 也都不用 确诊的人 就来去到接近800万 就是今天已经去到 780万 而死亡人数 还有这个2千多人 就去到22万了 虽然说 总统可能有这个特殊的服务 但是也没那么神奇 而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 这个病就是 就是这个老人黑星来的 就是死亡率 就是一定是老人家 就是最高的 所以很多人都担心 就是会不会还有变化呢 这个就是主导在未来 这几个星期里面 就是在大选之前 就是美股里面 我相信都会反复 还有我也都认为 那个所谓刺激经济的方案 其实就不断 为什么呢 这个民主公司 当然也是玩政治 就是想拖垮 这个特朗普 因为特朗普就想 就是快点刺激 那个股市上 那么对他有利 就可以在经济上取分 因为根据 美国真正的民调 就是其实来说 那些人最关心的 议题就是疫情 以及经济 所以股市好 一般来说 大家代表经济好 起码很多人都会叫得益 而这个也是 相当辩论里面的重点 譬如今天这个 两个副总统的辩论里面 都是有疫情里面 针锋相对去 就是说出这个说话 根本是超过四成的人 都认为这两点最重要 然后才是这个 其他情况 我的交易已经是一第四 不过有一个特点 就是很清楚 就是支持我的说法 原来 根据这个民调 就是在支持拜登的支持者里面 超过一半 5-6%的人 是不是因为 这个拜登的领导才能 或者是政策而支持他 只不过因为他不是特朗普 即是说 资恩其实是投反对票 今次变成个 就是选举好像一个公投 他决定究竟 能否给特朗普临任 多过是会选一个 说自己属于的总统 那反过来 特朗普有自己打开粉丝 至少到现在来说 跟他44%的人 是因为特朗普 个人的魅力 和政策而支持他 因为他不是拜登 只不过是19% 所以很关键 所以对特朗普来说 一定会千方八计 在这个政策上得到分 尤其是经济上不表现 所以未来 你看到这几个星期里面 他可能都会有很多动作 很多东西会说 来影响这个股市 不过你就以美股来说 虽然今个星期 反复向好 三大指数都比上个星期 收指是叫做升了 暂时来说 我相信明天 就是除非大跌 不然的话 应该今个星期 就会出现一个阳烛的 不过 以反弹的情况来说 大家知道 最高就是29,000多 就下回去 这个交中 弹上来 现在最高 在今来说 都是上回28,500左右 阻力就很大 甚至是随着弹上来的高位 就知道29,100都不到 所以你过不了29,100 其实都是会反复回落的 科技股价格好一点 但是都是去不回这个强势 还有终缺过去的经验 都是10月的股市比较波动 而且是跌多过这个星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所以今次美股推荐里面 介绍一些比较长线一点 就不炒这个短线 就长时间才着重 就是看它的基本 fundamental 因为很多人相信 哪一个做呢 反而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 就是这个选举能够顺利完成 而且不会出差子 什么叫出差子呢 就是说在11月3日选举之后 会不会认数 如果是特朗普连任 那当然没问题 但是如果 特朗普是输了的话 他分钟就不认数 因为今次来说 有邮寄的特朗普连任 要去到 就是还有几个礼拜 才知道最后的结果 所以可能那里会反复 凡是投资市场 就有 uncertainty 就会有波动 所以这个是比较担心的地方 那么今个礼拜 港股伏市就做好了 就是年升了三日 连同呢 这个放假之前的一天来说 可以说 升了四日就升了成千点 就是因为试了一个箱底 但是今次如果淡到来 24,500 会不会又再反风风回落呢 那今天就是 因为大陆就是这个黄金周就完了了 虽然来说 就没有这个去年那么好 但是实际上就不错了 为什么呢 八亿的旅游里面 刚刚公布最新的数字 就是总共的 出游的人都有6,37,000,000 那比去年 就是7,8,200,000 当然是少了 但是也有差不多八成 那消费方面呢 就是就是 带来的创造的收益 就有4,665 亿 那也都是少过去年 6,490 亿的 大概是七成左右 那最差 不过对餐饮业 就算不出去旅游里面 就是多了出来这个消费 就有成16,000 亿的 所以你看到 今天这个大陆股市復开 就基本上是做好的 那除了这个 很实际上那些 那些餐饮股 就是和旅游股 都是受惠之外里面 其实最主要就是展望 大家知道就是 今个月底已经确定了 这个十九大五中全会 就是会开会 而这个十九大五中全会 最主要就讨论的 就是这个 第十四个五年计划 那相信的重点里面 都是伤到什么政策 来救这个经济的 那所以变成了就是 你知道大陆的股市 基本上都是炒了这个政策市 那 同时暂时来说 所以今天就 这个 大陆股票基本做好 而且升幅都不错的 譬如去到现在 上午11点多来说 这个上证指数就升了27点 上下就升了59点 就上回来32,700多 和3,4300多 那实际上 由于 就是现在 就是 美国的 疫情 就是很严重的 说真的 反而短期内对全球股市 甚至包括香港股市 疫情是一个可能是政治意外里面的 最重要的关键因素 因为现在看新闻都看到 现在很明显 欧洲就重新来过 就是先后 就是西班牙 这个 这个法国 英国 德国 全部都恢复回来的形成 我们加拿大 都是 原来今天 我们的BC 省 已经突破了1万个个案 本来在加拿大里面 BC 省已经是最少的 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 来说 确诊的数字 没有确诊的数字 上回来全国 是2000 是等于7月最低的10倍 加拿大已经不算严重 在20名以外 但也有这个严重的情况 但欧洲的最主要 就已经出现了 尤其是英国 现在差不多 已经有很多 又要再封城 就是西班牙 如果再恶化 很多欧洲群士都会 美国 又是一样 疫情都未减过 最近来说 纽约又再来过 所以 几乎可以很肯定 在全世界 很多地方都会出现第二波 香港不用说 今天来说 打了18个 其实还未反映 刚刚上星期放假 通常是两个星期之后 才能反映到 所以 差不多可以确定 香港的专家说 第四波一定会来 这个疫情 当然对经济一定有打击 虽然来说 未必会再 好像3月的时候 再全面停下 因为再全面停下 便会死定了 怎样都要做 但是 不多不少 都会对经济 有所冲击 虽然一直说 有疫苗出现 但始终 现在都是指纹楼梯响 估计最快 我相信 特朗普会在大选前 宣布 谷到有一两个疫苗出现 来想刺激的股市 但如何刺激都好 应该都破不了二万九千多 这个高位 总之 继续不坏 也算是 上任以来 四年里的特朗普卷 都是一个 战绩 战程 对于大陆来说 暂时来说 最新的打压 就是 确定了不供应 身边给中芯国际 所以大陆就要 扔九万五千 准备来谷 做不成功 不知道 但是最主要这个消息 当然会有利有关 中芯国际这种产品股 所以看到今个星期 试了低位之后 中芯国际都反复反大 大家记得仍然中兴 都试过这样的情况 结果中芯继续最低位之后 到现在来说 就反复反复反复 另外 虽然也有消息传出 会针对阿里巴巴 和腾讯 支付宝 和微信支付 在美国的情况 实际上 对他们的打击 就不会太大 只不过是令到 在外面旅游的人 不方便 但是 严格来说 不算严重 关于TikTok 就要去到选完之后 11月4日才要开审凌晨 最近两次法庭的判决里面 都认为是违宪 所以暂时来说 都是继续谈判的 事实上 这个抖音的业务 反而看到 美国佬想吃掉这个企业 多过 就真的不让它玩 为什么呢 正正因为要禁制 反而这个月里面 很多美国人继续上载 下降了这个抖音 所以在第三季 它的收益 就是升了7.9倍 达到13500亿的美金 所以暂时来说 都看不到 这个美国会有什么新的运动 政治上是多的 你看龐贝奥 周围穿梢亚洲 联合国又发表了声明里面 但这些政治上的 在实际上的打击 跟真正採取经济的制裁 其实是差很远的 暂时是看不到的 反而这个大陆经济 就是因为 现在美股的十年债息 就已经只有0.7、0.8 但是人民币的债息 就有2.7厘 所以最终看得到 短期套利 都是不少资金 流入去买这个大陆债 所以见到 Russell 和富士指数 加了这些债务 所以变成这样 对大陆经济 是有些帮助的 一直都有些钱 流入到大陆债 香港又更加 所以现在你看到差不多 隔天就见到 金管局 接近一些 沽出港元 所以港元的洁权 已经去到2,750亿 最主要原因 大家知道 接下来 还有一个最大型的 就是这个 蚂蚁金服 也是这样 所以很多大行 就将这个 9.88的股价 调高 其实在美国 已经过了300元 香港还未到 那现在 今天就破了 美洲高位 最高见到292.4 看来说 300元 都过了 现在有些 党写报告 这个股就去到340多元 所以到不到一件事 但是短期来说 都是一个资深的动力 就算这个港股 真的升不到去哪 或者什么回调 但是因为 现在这个 中概股 中概企业会 都是摘了 700成香港的市值 都是会轮流炒的 即是那些9.88 390 即是700 所以逢低 就都可以吸收 而且我相信 各家的那些钱 就转来转去 就用这些 顶着 应该都可以捱到 这个大选之后 就看结果 究竟到时 是特朗普连任 还是拜登 上台之后 那个具体的 对华政策里面 有没有 川普的恶化 还是选完之后 就变成另一回事 就是下回分解 所以 虽然在过去来说 在美国大选前 最近的五价来说 10月的港股 跌了四次 升一次 不过今次第一个星期 都叫做 这个阳烛 暂时来说 都是向好的 但希望 不要说先高是很低 如果是这样的话 10月就未必一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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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